其指结算后市况仍反复偏好,行指正逐步逼向27000点关口,资金继续流入旧经济股份,而新经济股表现暂且平稳,有利指数继续上升,当然,若以席博率而论,传统的旧经济股份胜算较高,相对的风险亦较小。 不过,旧经济股份当中,仍要以选择相对落后的,股价未算大升的个股为上,因为部分旧经济股份,如金属资源板块,累积的升幅亦已经人,再高追的直博率已经不高。 近期开始启动的传统经济股,包括内银股,内险股和石油板块等,而一直落后的5G板块,暂时仍未有移动,但却极可能是未来一周接力的重点股份。 大市短期仍可看好,但行指上望的空间不会太多,估计27500-27800点会是颇大的阻力位。 全球股市在第四季表现量例,主要是因为两个利好消息,分别是拜登胜出总统大选以及疫苗的研发有进展。 然而,全球股市已经将这两个消息充分反映,若然出现黑天鹅,令最终的结果稍有差池,大家也要慎防回吐的压力亦会很大。 若从原学角度分析,本周日子偏好,市况反复中向上,可能出现挟淡仓的情况。 本周每日的股市走势预测,周一丁丑日,天干属火地之属土,火生土局,市况向好,美市略作回吐。 周二,无人日,天干属土地之属木,木黑土之局,走势有震荡。 周三,几卯日,天干属土地之属木,木黑土之局,反复阀方向。 周四,更神日,天干属金地之属土,土生金之局,先升后回。 周五,新智日,天干属金地之属火,火黑金之局,走势迎戒。